马来西亚绝对是一个风景优美的旅游圣地 一向来都是以旅游业闻名 到处都有很美的景点让里克们拍照留恋 有些景点是一定要去拍照打卡的 今天古灵金怪就盘点其中十个 马来西亚现在最多人的拍照打卡的景点 马来西亚小九塞沟 大马九塞沟坐落于槟城危险 也被号称为大马九青蛙山 观看照片就知道这个景点是有多漂亮了 青蛙山之所以被称作青蛙山 是因为制作小山丘像极青蛙 爬上山丘往下看 就会看到英红霓裳开挖后 而形成平地的水蛙及坑洞 这片景色乍看之下 还以为是中国九塞沟的五彩石 要拍到漂亮美景就必须爬得叶高 据说不用十分钟的时间就能攻顶了哦 从山上往下看的景色足以让你战旱 并感到惊讶 马来西亚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地方 它也成为了马来西亚最热门的打卡景点之一 马来西亚之小巴黎 印尼巴黎岛的巴黎讯相信大家都听过吧 如今马来西亚也有没有一些讯了 就位于东马沙巴一家 L1COCO EVE旅游戟内 建在海拔1000米的可可山 旅游戟内不但设置了十架最烫的秋千外 除此之外这里也设置了好几个鸟巢屋 让前来的旅客可以在这里拍照打卡 各种不同造型的吊船及吊栏搭配舒适的软垫 坐在里头休息是超级舒服的 由于L1COCO EVE坐落在可可山最高处 位置在这儿当空中秋千也非常考验勇气 想要拍网红照的你 可以趁着傍晚十分前来 不仅可以拍摄到夕阳 还可以将亚币的前景尽收眼底 简直就是太棒了 马六甲小沙漠 这个隐藏在马六甲里头的小沙漠 就位于马六甲克拉邦的一个海滩 这块小沙漠其实就是马六甲海边的浅海区 因为需要浅海而形成了很多大小的沙堆 爱拍照的你一定会喜欢这里 一万五地的白沙 看起来就像是正在外国一样 虽然马六甲小沙漠在网上爆红 但该填海区属于石灯地段 民众随意进入正在施工中的填海区 空以违反条例 新山蓝湖山 新山蓝湖山隐藏于新山尴尬布赖的森林里 经成为了爬山爱好者们的热门打打经典 美丽的蓝色湖泊被漂亮的大自然环境包围 依人的景色让人非常放松 开采矿后形成的蓝湖 吸引许多登山客慕名而来 蓝湖打卡拍照 不久前也曾传出禁令 蓝湖不属于山脉 而是私人地段 禁止了民众进入 不过这里就还是许多游客的打卡生病 孙爱人影就码头 原来楼佛州隐藏了一个这么有feel的拍照打卡地点 很多人都不知道那就是位于边加栏的四弯岛 看到这个充满神奇美感的建筑遗迹 别以为是在国外 这是一个被废弃的旧码头 现今已经荒废在一旁 如果你仔细注意 那是一座桥 桥上方被拆除后 剩下四方跨的柱子 从海滩延伸至海水 一触看清就像是排列整齐的多米洛骨牌 与海岸线构成了一幅独特风景画 平日吸引不少年轻人 请来拍照打卡 也是许多新人拍摄婚纱照的热门景点 马六甲又建歌剧院 号称亚洲最大的歌剧院又建马六甲 就坐落在马六甲市区的海岸盘 可算是马六甲现在最热门的打卡景点了 这是一座现代化风格蓝与白的基型建筑物 建筑外部是由3000个LED铃片覆盖构成 白天在阳光照耀下呼散呼散 来到夜晚的歌剧院顶部 灯光亮起的那个瞬间 投射出各种颜色色调 独际特色的风格 也成为了马六甲最新的打卡生地 马来西亚天空之境 马来西亚天空之境就位于马来西亚波拉喜朗尔 附近一个独特的沙沙兰渔村外的海滩 那里有一大片浅滩 面积大约有超过100个足球场那么大 每当海水大吹潮时 这个神秘的潜滩会从海中央浮现出来 在艳阳照射下 潜滩又如一面清晰的镜子 展示出一块透明的蓝天白鱼 把湖似天空与海面融合在一块了 这种自然的美景也被显为 是烟气大天空之境的其他力量 要欣赏此奇景 除了要配合雷烈容易的初一和初五前后两三天之外 还要配合海水大吹潮 才能乘船到达这边浅滩 霹雳宇宝静湖 静湖是位于霹雳州无边一个繁忙的大马路盘 到达目的地后 只要沿着沙石路一直走过沙石溪 就会看到一个隧道路口通知 黑暗的隧道长度大约是150公斤 穿过去后就能看到过然开阔的景象 以及超美的镜湖 美如其名 这个湖泊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平静地反映着周围的景色 镜湖的四周都被高山围绕 形成了一个幽谷 非常的专利雄伟 如此独特的景色 也获得了大马桥归零的美称 在这里会感受到一份平静 重点是拍照打卡也超好看的 四毛野毛草山 草山位于雪兰儿州及深美兰州边界 高度大约400米 从山脚开始登山大约只要45分钟至1个小时 就可以通到山顶了 不少登山客清晨一早天微亮就登山准备看日出 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看到那片壮观的银海 毛草山上完完全全都是长着毛草 连一棵高树都没有 可以清清楚楚看到一片宽阔的天空 不但如此 日出窝日落时 游客都喜欢站在茅草山的石头上 搭配着山下的景色 拍照零面 沙巴卡帕来度假村 卡帕来度假村是坐落在西巴探岛和巴布岛之间的一块沙洲 这里基本上没有陆地 只在落潮时才会露出沙滩 名符其实是一座漂浮在水上的天堂 卡帕来度假村拥有61间别墅小屋 都是建在海中的高脚建筑物 这里也是一个世界文明的浅水天堂之一 海里的资源无比丰富 珊瑚景观更是奇叶美丽 度假村水上屋数量有限 而且很受国外游客欢迎 所以必须提前三个月就预定 度假村里的海景和独特风格 不管任何角落拍的照片 都是很漂亮的 尤其是在夕阳日落的时候 你还知道有什么地方是值得推荐的大塔拍照地点吗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这集的影片 喜欢的话请记得订阅和分享按赞 感谢你的收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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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